朋友们大家好 本节更新我给大家带来这首831乐团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这里面我要强调一下这首歌 我给它编配成了这个女声调的版本 我听到的原曲就是根据这首歌的原曲是男声调 然后我把它编配成了女声调 因为我看到有些评论有些留言 女生朋友抱怨说我们出的教学女生歌曲偏少 这里面也注重一下 也欢迎如果你是女生的话 你多多支持一下以后我会知道就是说 女生的弹唱歌曲的需求 也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 这个也是对我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支持 也是一个我做教学的一个动力 这首歌是把它编成了A调的执法 A大调 然后实际音高也是A调 就是这首歌没有编调夹 是四四的拍子 每分钟是45拍 这首歌的前奏还有整体上的伴奏的听感 我也是根据原曲的这种听感来编配的一把吉他的伴奏 在学习这首歌之前 请大家在大调吉他教室的官网来下载 最好是能打印这首歌的曲谱 然后跟我一起我们看相同的谱子 这样我来跟你讲你来学习这首歌 手头有谱子这样的话讲到哪里 你是比较方便也比较直观的可以理解的 首先看一下这首歌的前奏部分 前奏其实也比较简单 这首歌是A调都等于A A也是这首歌的主和弦 然后听一下旋律的线条在前奏的地方 这里面我唱和弹是有不一样的 因为我唱的是主旋律的线条 但是我们知道在一把吉他要体现旋律线条的时候 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低音的伴奏 慢一点看 这个Do A调的Do 这里面是在三弦的二频 慢一点大家看一下 然后有小拍音 四弦三弦二弦 E Do La 然后Re C So 其实Re So是旋律线条 低音弹的这个Me 然后C是这个伴奏 Re C So 继续往下第三小节 Do Wa Re Wa Do Do Right 还是跟前面一样的 E Do La Re C So Do 最后第五个小节 这个四个拍子持续这样的一个指形 它实际上是基于这个BM7的一个指形 然后这个横按的一线二频变成了五频 用小指 但是横按还是保持 就这样的 D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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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趴音就是 从低音到高音 依次快速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D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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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进入这首歌的主歌部分 爱情 一落成一击 这首歌实际上我对歌词也不熟 但是现在的质谱也是包含这个歌词的 所以在讲起来呢 会比较精准一些 当爱情一落成一击 当相信刻画成灰 这个是第六小节 第七小节 到第七小节的这个声CM7这个和弦只有一个拍子 第二个拍子 也不是一啊 这个小节里面第三拍 从第七小节 一二三四 四的时候轻轻的制音 是模仿圆曲的这种感觉 圆曲这条也是这样的一个处理 我再试着一边弹一边唱 当爱情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不是很适应 之前都是一直讲吉他的部分 现在一边弹一边唱 这首歌实际上我也不是很熟 我只是昨天刚听到这首歌 然后一边去所谓的八代 然后编配质谱 到现在我再顺了两边 然后跟大家再来讲这个教学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右手的音型 第一个和弦大家看一下 是一个A的ADD9和弦 它的完整按法是这样的 六弦是用大拇指制音的 这个方便于扫弦的时候很重要 如果分解和弦不用制音 分解和弦这里面没有弹到四弦 可以不用按 我是这样按的 第二个和弦是一个声息M7的转位 低音弹C 低音弹升级这里面 音型就是同时第一拍子 然后第二拍子的前八分是一二三指 然后后八分是T指 大拇指也弹的是低音 这也是一种分解和弦的一种方式 这个声CM7要注意一下 这里面是五弦四弦二弦一弦 这个手指并没有弹三弦 这个和弦就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的按法 也是升CM7 听起来跟前后和弦的排列不太好听 是这样的 扫弦的时候用到这样的声音 在分解和弦的时候 一般都追求这个 比较追求和弦的一个听感 有一个立体感 听起来这个是米 西 瑞 索的一个排列 这个是五四二一琴弦 当然五三二一琴弦 也可以出现这个排列 但是执法跨度又稍大一些 米 西 瑞 声音 音符是一样的 执法不一样 琴弦不一样 这个我取舍了一下 这样的话可能更方便一些 这样的话就难一些 跨度有点大 继续往下 第八小节 第七 第一的大七和弦 这个D的大七是一个一二三指的一小红按 实际下面一个和弦是一个A和弦 但是为了体现这个立体效果 圆曲也是这样 它是一个转位 不是弹的多 这里面弹的是 A ADD9 转位斜杠 低音弹声C 这样的 只用按两个手指看一下 这个五弦 四品和三弦二品 原位是这样的效果 然后继续往下 BM7 D 第十小节 还是差不多是这样的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变化和弦 DM6 DM7 大家如果比较有印象的话 就是一二弦一个一品的小红按 这是DM7 然后DM6 是把这个二弦变成空弦 听起来有点纠结 然后进入到这首歌的一个过渡段落是B段 第十四小节 大家参考下乐谱 我这里面就哼这个旋律 我就不唱歌词了 这个还是一个A的ADD9 这个声FM7 我一般习惯在分解和弦的时候 用这样一种指指法 六弦三弦二弦的这个二品 然后它六三二一琴弦 下面一个还是之前出现的声CM7 然后就是第十七小节 BM7 到这里 旋律好像是哼错了 到这里了 然后第十七小节 这个第十七小节 这个BM7 它四个拍子一个小节都没变 就是这样的分解和弦 然后下一个十八小节 然后就进入这首歌的副歌 第十九小节 第十九小节这个副歌开始呢 这个指法我用了一个A的一个瓜尔和弦 实际上它的听感效果 在这首歌里面它是一个A的ADD9和弦的一个效果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但是为什么这样弹呢 它方便这个左手的一个和弦连接的一个运动更加容易 然后呢大家看一下这个旋律 如果我讲这些呢 可能不是适合很初学的这个学吉他的朋友 可能你听不懂 但是你有一些乐理知识呢 或者你喜欢在音乐上面有一些深入一点的了解 无论你是学吉他还是学钢琴学吉他乐器 这个都是有帮助的 因为和弦并不仅仅体现在吉他上面 在就以这首歌的圆曲为例吧 实际上这个圆曲的乐队里面有很多乐器 它都要有这个和弦的一个组成 副歌这里 大家看一下主旋律 想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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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想见你 未来过去 想见你 只 dou si do mi re mi so 大家看一下这个止 这个歌词第十九小节 它的旋律是mi 但是我弹的这个分解和弦并没有mi do do right so 如果你弹就是主旋律如果是ri的话 ri 就是这样如果你是mi的话是mi 就是人声和吉他结合起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但是为了更方便主旋律又有这个mi的话 这里面我就这样弹 组合起来的一个效果是a的add9的一个声音 继续往下 这个地方是一个e和弦的转位低音弹声剂 在乐曲的低音的部分其实就是一个下行 都西拉有这样的低音下行 然后配合这个和弦 这个地方要注意的是 这个第十九小节的第二个和弦 右手是六四二一琴弦 六四二一也不是六三二一 因为这个跟这首歌的声音听感有关 在我编配的吉他伴奏当中 这样的用法是很常见的 可能在大家初学的一些朋友 遇到一些比较基础的乐谱 可能不会这样去配 但是我这样去编配 并不是为了增加这首歌的这个伴奏难度 因为这是没有必要的 是为了复合这首歌的一个听感 更复合原曲的一种感觉 你就需要来就是深入一下 来了解这个吉他伴奏里面细节上的一些奥妙 如果是最简单的 比如说复合第十小节 第十九小节就是一个A和弦 然后就是一个E和弦 大家听一下这个E是不是有点平 然后这样用 比如第二十小节这个升Fm7 如果是升Fm 就这样的 这样也是可以的 只是它是一个很基础的和弦 这个F 升Fm7它也是来源于这首 这个升Fm这个和弦 在上面的一个点缀扩展 下面这个和弦部分 我就不一一来讲了这个分解和弦的部分 因为大家看这个乐谱和弦的图示 加上这个六线谱上面的这个右手的指法 你都会看得懂 如果你有一定的这个六线谱阅读能力的话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首歌的尖奏 尖奏呢 我有了一个我的一个小编配 这里面用两个小节 然后进入下一段第二段的这个主歌 就开始扫弦的开始 再慢一点看 其实这个指形放在这里就是一个Dm7的指形 不是就是一个Dm和弦的指形 什么在这里 这里是一个D的大气和弦的一个听感 但是指形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升Cm7的一个指形 然后Bm7的指形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Dm6的一个指形 前面出现过 然后我们继续第29小节 看下面的这个扫弦部分的这个主歌 第二段主歌开始 就向下下上 向下上 主歌开始的扫弦部分就是这样的 这里要强调一下 第29小节的第二个和弦 这个和弦呢 其实扫起来是有难度的 分解和弦还容易 大家看一下 这个和弦只按两个手指 如果我六根弦都弹出来 听一下什么声音 是不对的 所以说这里面的这个五弦和三弦需要制音 大家看一下 按住六弦四品的这个无名指 它给五弦制了音 因为扫弦呢 你不制音的话 六根弦会都出声音的 然后这个食指 在四弦二频的时候呢 又稍稍往前面给三弦制音 这是有难度的 如果制音不好 就变成了 声音很好听 就是这个声音呢 就是这个食指没有给三弦制音 这样听上去就比较纯 这个需要练习 然后就是下面的第三十小节 声FM7这个和弦一个横按 这个横按 这个横按对于食指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因为除了五弦的四品 有一个手指以外 其他的五根琴弦都是食指的这个力道 这里面再讲一下题外的话 就是有些朋友呢 扫弦 尤其扫弦的时候这个横按 六根琴弦 这个食指的力度可能不够 除了你自己需要练习以外呢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你这个琴弦和琴品 这个品丝之间的距离 也就是很大原因是因为这个 这个弦震 它可能是有点偏高 可能你要取下来把后面摸一摸 但是磨得很重的话呢 它就会打品这个是要有一些取舍的 如果你自己不会的话 你又觉得确就是的确这个是 它有点高的话 你找你的老师或者是相应懂吉他 比较深的一些朋友呢 让他来帮你修理一下 这是一种方式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面的 第30小节的第二和弦声FM7 这个地方相对这个要容易一些 因为这个横按呢 虽然说也是食指 但是它离这个弦震远一些 按起来会轻一些 然后有两个手指 不是这个食指横按里面的 所以说它的压力会轻一些 然后继续往下是这个D的瓜尔和弦 这里面第31小节的第二个和弦 是由A1的ADD9转位斜杠弹声C这个和弦呢 大家看一下 按住的是五弦的四匹 但是手指又轻出到六弦 又给六弦之音 因为它的这个根音是五弦的四匹 这里面扫弦的时候就六弦不要出声 这个比较容易一点是 这个一个手指负责三根琴弦 按住五弦 然后至六弦和四弦 四弦也不是和弦音 所以说不能出声 六弦也不是和弦音 它的发音就是五三二一琴弦 这个A的ADD9斜杠声C 大家听起来是不是很纯这个声音 如果不置音的话 就完全不对了 所以说扫弦的时候 这个左手置音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练习 这个伴奏在你置音 或者是左手按的比较精准的话 你扫弦听上去这个听感就会很干净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首歌的副歌 副歌跟这首歌的主歌都是扫弦 但是副歌第一个拍子变成了往下扫两下 就是下下下上 主歌就是下下下上 然后到副歌的时候 第38小节的时候 右手的扫弦又丰富了 就变成下下上 看起来好像一样 但是扫弦的这个重点不一样 第一个拍子 下下上 突出低音弦度一些 下下上 第二个拍子 突出高音弦度一些 但是强拍要全扫 下下上 然后下下上 下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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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力度的对比 一直到这首歌的这个结束 扫弦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然后在结尾的部分 我做了一个拉长的一个处理 就是没有圆曲那么多 因为圆曲呢 是乐队来完成的 我们一把吉他弹唱呢 可能更注重就是弹与唱的这个结合 另外呢 如果按照圆曲那样的起伏又很大 编配完全那样走的话呢 这个一把吉他有的时候 对有些歌曲是hold不住的 看一下第45小节 这里 这地方慢 自由的一点 拉的比较长的可以 我愿意 愿意 E的地方 就是这样的 然后用一个A的ADD9和弦来结束这首歌 这个拍音呢 你可以用我这种方式 大拇指T指 也可以用一个手指 快一点 但是不要扫六弦 这六弦不是和弦音 这样呢就完成这首歌 重点这里面要讲一下 如果你是初学者 你又喜欢这首歌的话 或者你喜欢这个A调的执法来伴奏 来熟悉你的A调指法的一些熟悉度的话 你从简单的和弦 比如像我这里的这个A的ADD9 还有的A的转位 也是ADD9转位弹升C的这个 你都可以用这个最原始的A和弦来代替 像这个E和弦的转位这样 你也可以用原位的E和弦来代替 这里面还出现了A的大七和弦 你还是可以用A来代替 你可以先用你了解的和弦 把这首歌完成了以后 渐渐的你再一点一点的改变 在这个伴奏的听感上面 就会越来越丰富 好的朋友们 本节我们就到这里 下节再见